重點就是跟MAY的溝通感覺真的還有一點點 就是OLAY跟MAY很明顯他們同步 但是剛剛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下路均勻爆掉的那一波 繼續壓制主寶窗打 壓掉了一座的時候 OLAY是選擇了繼續WQ做combo 但是然後MAY進場了 可是剩下的三名就是台藝的選手全部都拉掉了 所以就變成是MAY送了自己娜兒的頭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有些時候就是你溝通上 就是一些小小的溝通上的一些非常關鍵 會造成很關鍵的影響 對 所以這邊當然AHQ是全部都是我們這個太高高級的選手 就不會有這樣的溝通問題 那下路這次是正面的對決 沒有像前兩場一樣換線 因為面對了AHQ的換線 這種多人的塔殺AHQ是打得極好 但是剛剛在這邊直接被小爺爺壓迫的位置 交錯女友神特攻 而且還被小安撕扯掉了半條血量 哇 這個就是克里斯塔對線最恐怖的地方 當他能夠跟這個 他的這個好夥伴同時打到同個目標的時候 這個被動傷害真的是非常 而且恐怖的Mountain來了 是利用了我們這個殷屍路 泳池狂歡的新造型 剛剛噴了一個水柱射進來HKE 這邊下路上的那間 陷入了極大的壓力 沒錯 而且他這邊走了之後壓力還在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走了沒有 對 而且Mountain 就是給人一個印象就是 他來了 他被你知道他來了 他待會還會來 對 可是Mountain 他沒殺到你之前 他是不會走的 對 丁特這時候摸過來 但Leave這邊不愧 肉蛋衝撞閃過這個眼睛的視野 對 可是不愧是我們的超新星 這個MVP Leave 你知道他閃的第一波 閃不到第二波 欸 小兵 喔 這邊上路這邊要硬打 你看Mate果然就是演得他 演得他很像有閃現 演得像自己有閃現 真的太厲害了 丁特蹲在眼睛的位置 他已經要準備出來了 Leave的那兒跳跳 應該還沒有使用 所以丁特這邊只能稍微消低一點血量 有要硬打嗎 稍微消低一點血其實就不錯 就可以幫助這個藍寶相當多的東西 應該說藍寶其實千奇也不需要太多的幫助 他最需要的呢 就是有人可以幫他 稍微把別人的水逼掉 或者是把別人的閃現逼掉 哇 丁特在上路這邊露頭 而且Rico還被中斷 以後小葉選擇直接閃翻 但是尬這間的閃現也是繳得非常的果斷 閃過了死亡宣告 芒田這時候再過來 距離並不夠猛襲 有5.13版本 這個擊飛的距離是被NERF了許多 這個就算沒變NERF也弄不到 這除非他的身體長度再長個兩倍啊 那中路的對線看起來 西門燕說丁安娜面對遠程的傑西 在第一波還是必須把TP拿出來 抗壓這條線路 但是這也是其實Toyce在第一天的比賽 第二天的比賽有使用過的TPD名 這邊不放手知道Ziv的人頭到手 對 我要來殺MVP滾動球筒 緩速狂暴 呃 醉酒狂暴 打掉了很多血量 Live被逼出了閃現 如果MAY有閃現的話 哇 這真的是 太可惜了 我覺得Live現在陷入了一個疑問 就是他覺得說 欸 我活了欸 對 MAY為什麼不閃現殺我 因為他剛剛這個火焰噴射機還沒有結束 他過熱了太難熱了 直接噴然後打兩個普攻 他一定得死喔 他剛剛已經過熱了 他只要一個普攻 然後再加上把那個火燙完 欸 這邊可能就要直接死了 Live想說這HK有什麼樣的策略 留這個閃現 太陰險了 他們放了我一碼 對 這好好的手殺不拿 那AHQ下路線 哇 這個CS數目的差距 我有沒有看錯 現在是時間 6分鐘是30隻的持平差距 30隻的持平差距 我的天啊 對 這就是AHQ一個 39比8 很強勢很強勢的地方 其實我一直想要嘗試用數據 去證明這個點 但沒有那麼多的數據 可以去這麼完整的表達出來 就是AHQ下路雙人線 恐怖的地方就是 你跟他正面對 你很難贏 然後你如果換線AHQ就塔三 對 而且很關鍵的就是說 這個克里斯塔這個角色 真的是不能放 而且這邊直接是一個死人的 哇 所有人都過來了 西門夜鎖是6等 尬天殿05等級被翻掉了 西門夜鎖進場 一個衝擊 再一個碩月寬步 帥氣的拿到了 奔場的手殺小安的失扯 逼出了OLED 角出了自己的閃現以後 再往前一個治癒 射隊船隻穿到以後 打了一下核切拒絕滑板鞋 哦 單一位旁邊 哦 茫藤選擇一個閃現的Q技能 水珠並沒有帶走 透以時趕到一個零丸 直接把茫藤打掉了很多血 茫藤趕緊翻山離開哦 哇 這邊一個閃現的這個 哇 直接被 OLED這邊是慢慢喝水喝了起來 對 這是不疾不徐的在 就邊逃跑邊喝水 多喝水也真好 對不對 好好好 有一個精靈餅乾 把自己的生命給救了回來 哇 那小愛的克里斯塔 在整個系列賽裡面 已經拿到了二勝 欸 這應該不是系列賽 這應該是聯賽的勝率 對 因為聯賽 放出來的機率實在太低了 這 CSD是15.3 比他自己的11.3還來的再高哦 哇 這邊直接丁特 讓Ziv這邊是直接做義工的 但我覺得這場比賽很有可能 小愛到了10分鐘 他的CS出目會比這個15再多哦 這邊就像剛才其實 Tommy這邊問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HKE這邊要怎麼樣 有辦法拿下這一場的勝利 那當時我是跟他講說 我覺得HKE這邊必須要很小心 前期對線的崩潰 哦 這邊一個崩潰 OLE這邊走回下路線 直接被小愛迎頭一個死亡宣告 雖然颶風呼嘯是把小愛給吹飛起來 但是施扯 直接把OLE給扯爆 Garden這邊趕過來 只能看著自己的輔助搭檔 蠶食小愛的毛下 哇 我覺得這邊 下路已經崩了 已經 已經完完全全崩潰了 這邊是一個四等的 哇 會不會太兇啊 對 十分鐘不到 現在還有兩分鐘 已經拉開了35隻的吃兵差距了 我的天啊 哇 這 其實我們都知道 HQ輸了三場比賽 一場是下路被 Marchi的這個Gimmer加 迪的機身組合給打爆 一場是野區陸星被打爆 我還記得那場是被烏爾加特打爆的 對 所以 現在對於HQ下路上門線 你不太敢跟他正面的對決 沒錯 而且這邊就像一開始 在訪問的時候 Mountain講到的 只要我們的下路不爆炸 我們贏的機率是超級高 對 只有小安可以限制住 AHQ的這個整體發揮 那當然西門夜說 這也是一個 昨天比賽內容差距很大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閃亮兩隊上HKE的時候 Toys的支援跑線 其實都比Maple來的早一點 但是換回了AHQ的對決 這就是之前叉燒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就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西門夜說 總是會比較早到 就是剛剛 三場比賽 你看到所有的塔殺 西門夜說都有參與到 都有 而且都是事先提早都已經計劃好了 而且都已經到了 西門會寧願讓掉塔下的一波兵 我也要去跑這個資源 因為我知道有人頭 我的隊友會幫我做出擊殺的機會 我覺得HKE這邊很聰明 他們在下路被控線 而且完完全全沒有辦法兌現的情況下 是直接換到上路 想辦法做發育 對 因為我GOTC最近在下路 跟掛網沒有兩樣 那我不如上來上路這邊幫忙推進一下塔 至少把一千塊的經濟先握回手中 而且他們這邊唯有優勢的線 就是他們的上路線 又要看看 喔 但是小夜夜在右側一個 45度血角的死亡宣告勾到了 妹 好險 Leave這邊的野獸本能的被動並沒有觸發 所以妹身上的血量還非常的高 GOTC還在塔前偷點 自己的閃線是還沒有轉好 要非常小心小夜夜屠如其來的一個閃番 剛才那兩個偷點 這雷克薩連血都沒有扣啊 這邊真的是有點慘啊 丁特這邊是直接四個人的要強行換塔 因為下路這邊AHQ小安持續的控線 這個經濟要趕快拿回來 我覺得這個換塔其實相當聰明 他們下路其實就已經 其實他們人過去也賺不到 那乾脆就用交換式的 想辦法拿一點經濟回來 看有沒有辦法撐到後期 好 十分鐘了 50隻的CSXX 好喔 哈哈哈哈 這比賽 嗯 好 有點難打 真的是不太容易喔 你還記得去年的世界賽的時候 是AHQ的下路被壓了50隻 喔對 我記得是 極英克斯 極英克斯 被 黑牛哥哥的 被EDG壓了50隻 現在今年這就是AHQ的成長 我的下路 去年被你壓50隻 我今年壓你50隻 這XXX就100隻了 對 但當然希望 如果AHQ今天順利的拿下了 夏季的冠軍 可以在世界舞台上 把去年的這個仇一爆回來 哇 那當然這場比賽 AHQ還有場 應該還是會 會有EDG喔 對 還是會有EDG 而且還剛剛練完 但是小安這邊繼續是兩等的等差 Mountain是直接利用 在虛空騎行 趕過來 AHQ這時候是想要 做第一招小龍的進攻 他的魚巾燙到龍 燙到了龍以後 Mountain那邊 丁特那邊是直接 把爆破九龍炸在Mountain身上 他想要把他推回龍裡面 讓他多挨一下龍的傷害 欸 但是 有點歪歪的 沒有完全飛到龍裡面 OLE這邊又中到了鉤子 小安被套了虛弱 但這個傷害量是很高 直接把OLE的閃剣給逼出來 兩道光同時下來 藍寶的大絕 在小安直接跳到草叢當中以後 把小葉給收回來 丁特過來撞 他也是順利利用 封死雷射的垂形態 把小安給敲爆了 被這邊過了 也把力甫的血量 跳到了一半 力甫的怒氣還不夠 只有一半 HKE這邊抓到了一個 納而怒氣的空窗時間 順利的反打 擊殺了小安 小安他小安了 沒有 我也不能說他小安 應該說他這個是一個 嘗試性的 像他想要直接殺掉OLE 但沒想到 卻是一個OLE的一個反蹲 不是反蹲 一個OLE非常漂亮的一個Bait 那HKE這邊終於把下路這邊 剛剛被長期空陷的劣勢 打回來了一點東西 這時候要強行拿塔 但要小心西門葉說 他的隱樂之刃 握在手上 久等的等級 HKE這邊是團結力量帶 五個人抱在一起 要強行拿到下路外塔 而且也成功把經濟拉回到了 只剩400塊的差距 哇 真的是非常 應該說 HKE這邊的策略一直都非常的明顯 我現打不贏你怎麼辦 我打你塔 我用塔 然後慢慢把我的經濟補回來 哇 我們可以看到 JJ這邊 不是一等 他12分鐘他拉了這個線 所以他可以慢慢的把這波兵線 控回他的塔下 欸不對 他沒控到 控不到 下路剛剛這邊 其實是因為HKE的人員有在塔下 他們有壓塔的壓力 所以他們想要拿這1000塊 沒有辦法這麼淡定的 去處理兵線的問題 沒錯 欸 這邊 哇 我覺得這邊小安 如果把線控回來的話 那這個吃兵數就不是50隻了 搞不好就要到100隻了 對 所以說實話 小安人也還算是 欸 其實小安就是 你跟我也是三年 欸 兩三年的好隊友了 對 好隊友了 我就兵就給你吃吧 而且你之前沒出國 我也是有一半責任嘛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欸 這麼說 你也有一半責任 我也有一半責任 對 你也有一半 大家都有一半 好 那這邊剛剛嘗試吃第一條小龍的HQ沒有得手 這是第二次的嘗試拿到了河蟹 但是就在龍池外 有不值HKE的控殺守衛 但是現在人員的位置 剛剛來說有一點太遠了 所以來不及幫手 喔 丁德這邊已經摸過來了 但是也是被視野給察覺 丁德身上是沒有閃現 他要拿生命來換這條小龍嗎 他應該是用爆破球中的COMBO 哇 最後還是被Mountain的重擊給拿下來了 哇 這邊其實是看起來還蠻close的 對 而且小韓的施扯 照理來說應該是要 應該在一千多的時候其實就可以直接扯了 對 扯中 然後這邊 上路這邊是Leave的納爾找到一個機會 因為HKE看起來有一點想要打這條龍戰 是把Made給摳到了中路 我覺得這邊好可惜啊 他們前期花了這麼多的資源 這麼多的人力在壓制Ziv的發育 但就因為這條他們拿不到的龍 他們又把這個發育還給了Ziv 對 現在等於是 藍寶壓制納爾的這個局面等 Leave現在已經是有了吸魔劍 所以現在這個局面可能會完全的逆轉回來 這 我真的 這個有點想不通 你知道嗎 就是 你這條龍反正也搶不到 喔 那為什麼不繼續壓制Ziv 那如果能夠讓Ziv 從頭到尾都長不大的話 其實對HKE這邊的情況感覺會比較好 對 因為 我們上一場比賽看到HKE的反打點是什麼 是納爾的防裝出來 他可以坦得出克里斯達的裝備 而且克里斯達的傷害 因為上一場小安其實耳語是非常非常晚出的 沒錯 對 但這一場比賽 尬賽爹的發育基本上是零 他現在身上是連一個禁止之髓都還沒有 所以你的最好的打法是 讓對方的坦克也很軟 這樣等於就是 透椅子的poke有poke到的話 還是有機會把對方的前排給打退 沒錯 好 那現在 上路這邊的確是納爾拿到了 他關鍵的第一件裝備 吸魔劍以後 就直接站在妹的臉前 把這個上路的外塔給點掉 哇 這邊 跟HKE前面投注了 丁特大部分的時間 跟人力在上路的情況下 有一點 就有點還回去的感覺 對 那西門越說 剛剛平凡地使用自己的蒼白岳布 來港雕頭 也是遠方的電池脈衝 這邊的對線 其實整個局勢 其實AHQ已經撐過了 一開始對線的這個問題 現在所有的線路 其實都回到了AHQ的手中 沒錯 而且他們還在一開始的這一波塔殺 其實也是拿 欸 不是塔殺 就是 算塔殺嗎 好像也算了 在下一波 下路那波也是拿到了相當多的優勢 那現在丁特剛剛提示 順利的立功 在下路這邊順利的讓 一個露蛋衝擊 讓小安留在這個草叢裡面 被隊友給擊殺 現在丁特必須想辦法 再做到更多的事情 紅區這邊其實是被AHQ全面入侵的 因為下路這條線 其實從一開始 第一波的交手 二人的對打以後 其實在遊戲時間 三四分鐘的時候 下路就已經崩潰了 對 所以這條線其實基本上 HKE就是想說 然後沒關係 召喚峽谷 還有另外兩條路 我走另外兩條路就好了 嘿 沒錯 我覺得那個調線 真的是相當的聰明 他們在那一次被擊殺掉的時候 是直接回頭 直接RECO都來到了上路 新本葉座這邊 把所有的小兵給清空 以後被套了虛弱 但偶雷這邊坦著塔走出去 遠方萊寶大絕炸下來 但新本葉座沒有死 低色的大絕 沒有炸到任何人 芒德這邊也是坦著傷害離開 但是妹的傷害量很高 小葉的狗子 就是妹妹的閃線給三朵了 妹這邊要強行carry Hong Kong E-spo了嗎 哇 這邊真的相當的關鍵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的配合 其實也是非常的有趣 西門這邊是 站在藍寶大絕上面 然後他直接用自己的大絕 滑到了偶雷身上 來躲避藍寶大絕 但是偶雷用大絕 把他摧毀藍寶大絕上面 對 然後 一來一往 對 然後 反倒是丁特的九龍頭在旁邊 搶了一下這個空大的 洗了一下地板 對 因為其實 其實這有很多選擇就是 西門要不要腳閃 他要不要腳做位移 然後又有很多的推推技能 所以其實就是丁特那個 有點算是封鎖西門 如果閃到塔下 他就會剛好被炸回來 沒錯 就整個是一個 預判性的 對 有一個預判性的 對 在這邊可惜 沒有預判到 兩邊的中路選手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高手 過多很多觀眾會好奇說 為什麼選手的反應可以這麼快 可是有些時候是 真的是因為 他腦袋有劇本 對 他已經寫好了他的劇本 對 他會去設想 每一個選手可以 所以有些時候真的也是 很需要一點腦力的激盪 西門要在這邊把塔給砍掉以後 直接一個 所以又換不衝到的TOYS 趕緊繳閃 直接一個進場 打掉他半條鞋 對 但HQ真的成長了 你看得出來 這一波原本以為HQ要打到底 但他們拿到了塔以後 就撤退了 他們這個 一個鬼影燈籠 所以是 鬼影燈籠就是一個撤退的訊號 對 而且他們 完全沒有花到任何的東西 就把TOYS的閃線給逼掉了 他們拿掉了中塔 而且還 逼掉了一個閃線 哇 小安跟嘎JJ 兩個老隊友的相遇 趙之域回到塔下 他知道如果再被多疊 4到5個長寶 他就要直接被扯歪 他就要直接被打爆啦 下路的條線是 的確是對於HQ來說 他現在可能 下路線就是等兵線進到內塔前 才敢吃 我覺得這邊小安真的太仁慈了 他只要一直控制 他就可以 搞不好這持兵差距 可以拉到150 有沒有 其實我聽他們講 就是 有一場HQ的關鍵練習賽 就是他們輸 他們前面有優勢 然後就摳說 那小安控線 然後就空一空就線就出去了 然後 對 檢討的時候就 阿布教練就問說 這場比賽怎麼回事啊 然後小安就說不知道啊 我就只有Let's eat 那小兵就出去了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小安有一個莫名推線的能力 好齁 就會不小心推線 這個痛苦失德的傷害 再一飆搞不好就要人頭落地啦 他只敢遠遠的丟一個零光炸彈 火電轟炸把小兵盡可能吃掉 但是CS15還是兩倍的差距喔 沒錯 這個兩倍應該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喔 對 現在是18分鐘 一個酷騎的power spy 三項之力通常是在14到15分鐘 等於是他的power spy已經delay了3分鐘 那完全來不到他的強勢期了 沒錯 哇 西門這邊又是出了那蛇之牙 我覺得這件裝備對戴安娜來說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裝備 對 他可以讓他的被動觸發速度相當的快 這也是西門的一個 新式的戴安娜組裝方式喔 那下一件裝備可能會是驚人 也有可能會是如登這樣的爆發 對 我記得在第一場的時候他是選擇了出驚人 有別遺忘他的這個全攻擊裝 這邊西門要準備守到丁特的夾擊了 丁特從左側的一個閃度撞到西門 再把他完美的回炸 但是西門往前一個碎又換步 R已經進入了人間回生想要換TOYS 但還是被TOYS給點掉了丁特立功 丁皇出征寸草不生 拿到了3個擊殺貢獻是100%喔 100%相當...不是相當高耶 今天是100%啦 對 他不能再高了 我覺得不過剛才... 剛才西門被抓的同時 如果他反身的第一套傷害不是打在TOYS身上 是打在偶類身上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把偶類直接換掉了 對 或是逼出他的虛弱或是大絕 他剛才把了半套傷害打在TOYS身上 再把另外一個閃現 太高!Pentucky有被搶走了 我們剛才可以看到 AQ的成員已經有故意想要讓投給他 但沒想到小葉說讓投 什麼讓投 不是 我覺得小葉應該是想勾一下 然後勾給小安撒 因為他們會怕丁特的一技能轉好 你確定嗎 你確定? 我不覺得他是想要讓投 那SYLO返回我們就請湯米跟小熊來問一下這個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Reflay Refos這邊 我們看...喔! 他是被吹掉以後 哇! 直接跳回去半空中的一個空跳風機 把三個人推到了牆上 這根本是一個Reflayu的概念啊 沒錯 而且你看小安的這個攻擊力啊 他在這一個苦攻的時候 一邊苦攻一邊過牆 哇!這個跳驚蕊 這個跳真的是Ref 對 雖然剛剛上一場比賽有一個跳牆是失敗 但是這個跳 哇! 我覺得這勾看起來就故意的啊 小安的這個Q 都已經在大概在過0.2秒 就要插到TOYS的臉上 這個出勾就是偏偏快了這麼一點點 對 迷人又... 這一看就是故意啦 迷人又可愛的反派小色 只有小葉葉最中二啊 那把這個Tenakio給搶走了啊 沒有問題喔 那當然HQ剛剛這一波 其實HKE已經打得算不錯 中路先夾擊西門 又想要利用POG的威能來壓他 但我覺得 剛剛Mountain跟Live這兩隻角色的搭配 就是把上一場HKE的這個WOBO combo的這種搭配又給打回來的感覺喔 兩邊都很厲害 這一個後面的TP真的非常關鍵 尤其他的怒氣也是控得剛剛好 對 下路剛剛那波在龍區的交戰器 HKE是抓到了這個納爾的怒氣控裝器 但是Live這一次就順利利用大型態的納爾進場了 沒錯喔 而且他一開始其實OLED的處理已經相當不錯喔 他已經擋掉了納爾的第一波進場 但是沒想到你擋了第一波擋不掉第二波啊 對 這就是納爾他的一技能的一個恐怖的性質喔 他有閃現的話 他其實可以位移的距離還是太遠了 還是不錯的 對 那現在HKE是在5000塊的經濟 接近5000塊的經濟列勢下喔 然後兩條小龍的落後現在打數是持平的 那這場比賽的主要問題還是在於說 兩邊的AD Carry的發育已經拉開了整整3000塊錢的差距 3000塊錢 3000塊錢好恐怖 3000塊錢代表說是一整個大裝的差距啊 對 這已經不是一個暴風大劍的差距 這是一個世襲的差距 快要一百隻啦 下路線這邊正面的對決 HKE 我覺得問題點還是在於說前兩場的命運處理 被AHU給打怕 沒錯 真的是被打怕了 因為前兩場都在 一個如果兩邊的實力都是世界頂尖的隊伍 如果一個比賽發生了一個 多人4加2的塔殺是一波0換3或0換2 基本上這場比賽已經去了 基本上是不可能回得來的喔 對 以團練來說通常就是已經可以到了打GG的節奏 沒錯 就如果你沒有想要練習逆風處理的話 你就可以打GG了 沒錯 好 現在 AHU在 中路這邊要把兵線給頂回來 上路是妹的藍寶 再整理兵線 要推到直中的位置才能到 網中之間 Live跟Nara跳跳跳了兩段上來以後 有沒有辦法緩速成功呢 這邊小葉的出勾被勾了 但是又是這個命運呼喚 連續三場比賽 剛剛講 在BANBIC上面有一個話題我沒有想理到說 這邊克里斯塔即使收到那步 為什麼還是這麼的紅 就是因為他的 如果我剛才是小安的話 我應該不會按那個命運呼喚 你說因為 喔 你說有PENTA CUE 要爆那個PENTA CUE的仇 哈哈哈 好 就是有你這樣的教練才會帶出這樣的選手 哈哈哈 對 這當然是比賽的勝利重要 剛剛訪問也說了 小安說 我覺得勝利 團隊的勝利是最重要的 還是把小葉給收了回來 已經有太多次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上一場比賽 OLED牛頓在上路內塔前的這個草叢 這一個頂加 他看到這個小葉被推回塔利 也是一個命運呼喚趴拉了回來 還有一個是在中路的二塔 對 這個寶貝球實在是有點太好用了 這個寶貝球有點太厲害了 對 我覺得以後應該要就是說 可能你 你收回來然後小葉身上的錢就會歸零是不是 哈哈哈 會被收到 對 會被收稅 會被收走 對 不行 不是收稅這樣太強啊 小安就是 欸 剛剛 欸 我缺錢 按一下 錢拿來 我這 搶劫啊 對 然後小葉以後就全身在跳前服 有沒有 哇 那現在AHQ 握有了很大的優勢以後 開啟了巴龍 而且HKE這邊的飾演 應該是只有看到巴龍池裡面的人消失了 我這邊是看到了對方過來防守 但小安看起來還想要多打一下 拉了鬼影對龍 桃開 下路的兵線已經進去 AHQ這一波其實並不急著拿巴龍 他只要吸引HKE過來 下路這邊400塊左右的經濟 就是AHQ拉開的差距 沒錯 只要能夠讓下路這波兵掉的話呢 其實對AHQ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而且這邊龍在 雖然說還要很久才重生 不過他們給的這個巴龍壓力還是非常的大 對 你看剛剛 讓嘎仔仔仔奪可憐 下路這波兵線他等了大概有五分鐘 進來的時候 巴龍這邊有壓力趕緊過去 而且他已經要抱了西門耶穌 到來他看到了嘎仔仔 嘎仔仔怎麼辦 女武神的攻心往後拉 因為西門耶穌這邊知道對方的位置是比較好的 西門這邊的Q其實也是朝著小兵Q的 他也是沒有要殺他 看來他們感情真的是還不錯 還不錯 那現在AHQ的另外四名隊員是來到了上路 AHQ最喜歡分推的西門耶穌這場比賽 依舊是帶著TP 所以AHQ上路這邊如果爆發團戰 還是可以把西門耶穌給叫過來 打一波正面的5v5 哇 這邊沒有跳下來 沒跳下去 知道了雲碗橋閃現 小安真的是 真的是平均型的選手 我又是這個一樣的窄口 丁特往前大絕 把芒能卡在了牆上 他在這邊套了風暴之眼的護盾 他選擇女武神上去硬點 但他點不贏 直接閃現回到了巴龍池 西門耶穌就在巴龍池裡面 但是有三個人在夾上他 被套了虛弱開了驚人 後面小安是先死去殺掉了 歐雷西門還沒有倒下 往前 最後是巴龍配合了妹的傷害帶走 但丁特這邊也是被Live的大絕 給直接秒掉了 Live拿到了一個Double kill 小安這邊還有半條血量 繼續追擊 把小夜夜丟到了咖哲的身旁 Live在右側 左邊是小夜夜 一個射隊傳池 小安主宰了爭場比賽 這一場我覺得真的是整個AHQ的破口 就是從下路小安跟小夜夜這邊的個人操作 都打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下路 小夜這邊他們雖然 喔這邊直接勾到了Toyce Toyce被勾到了 Toyce想要來力王狂然把巴龍給搶回來 但是他沒有辦法像昨天如此的幸運 這邊是中了一個死亡宣告 在死前把小夜給換掉 但AHQ還是可以掌握到這條巴龍嗎 喔還有五千滴血 但Live已經變大了 應該可以順利的彈出 Mountain剛剛是在巴龍在 喔沒有 妹這邊要過來殘戰了嗎 但他其實沒有大絕 妹過來了 這邊其實很有機會 他先上Mountain Mountain被燒了 Live也被燒了 小夜這邊都失色拿到了 他們挑上Mountain 他等上是沒有三線的 這邊Ole感到美得過了 太太讓人一下一下 把小夜給擊殺 三連三 帶一個shutdown 五百多塊錢的經濟 一次收入口袋喔 但是還好還好 AHQ在死前有拿下這條巴龍 對好險他們有克里斯達 好險有克里斯達 這又發現了克里斯達這隻角色 做壞的地方 做壞的地方 這連巴龍都搶得贏啊 對 他有寶貝球 他有重擊 他還有滑板線 這種角色真的是太OP了 太OP了 其實這個版本 他已經變得過了 對 但是其實 他的功能性質 還是讓他是 一直太優秀的ADK 他的那個大絕 就跟希薇爾一樣 但是希薇爾其實 還是有一些明顯的缺點 就是他後期的傷害不足 但是克里斯達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這角色是打線強 功能強 然後後期突然也強 所以我覺得Ryot一定會針對這角色 再做後續的效果 再一個NERV嗎 對 我覺得至少要 可能要考慮把這個 痛苦失扯的傷害對於野怪有一個最大值 因為其實所有的這種打趴術的技能 或者是這種對野怪可以造成成盾傷害的技能 都會有一個上限 有一個最大值 對 就是沒有道理 我是一隻奴奴 然後我已經花了一個Q級 然後我還咬不一眼 這就是一個很怪的事情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波的回放 其實邦田這個展現也是相當的漂亮 但我覺得GJ這個直接非常的 怕在他的經濟落後的情況下 這一個判斷就有一點 他打不死 太重了 對 那反倒是左側這邊 丁特就等於是賣掉了志祺 那希薇爾也就是說 剛剛在龍池裡面是三陰戰旅布 但沒有辦法拿下GJJ的人頭 LIV後續的追擊 Toyce是一個秒閃 閃過了也蠻撞擊 但是這邊小葉也是配合了力譜 直接夾殺GJJ GJJ這邊是魔量箭底 回頭對小岸只打了一下 普攻就被收掉了 這邊已經沒得跑了 這也只能回頭 能打多少算多少了 這場比賽真的就要把希望 放在我們的Mail Mail到底能不能在這個 7月多不是5月的時間 在GJJ這邊重攻 女武神的攻往後拉西門的進場 既然已經被逼出來 鬼影陣容能拉到嗎 丁特直接肉蛋衝擊 但是西門 Toyce應該是普攻的傷害 跟著鬼影陣容 順利的把西門夜鎖給擊殺 聽著這邊趕緊利用 自動彈衝擊 回到了隊友的懷抱 小岸跟LIV從左側有要進場嗎 Toyce趕緊架齊了自己的宗旨 將裝剩一個電池脈衝 把對方給全退了 哇 剛才這邊 難道是 JJ計畫好的嗎 哇 哇 我故意跟你勾這個 劇本就寫好了 大家好 大家好 真的是寫好了 剛剛上一場應該是劇本 沒有發給GJJ 對 Toyce剛流倒就拿著這個劇本 我覺得這邊這個塔是拿定的 直接下大勸退都有辦法拿到這個塔 這場比賽還有變數 HKE順利的拿到了 HKE的重路內塔了 應該說每一場比賽 真的在HKE身上 好像都有種變數的感覺有沒有 對 第一場我們也覺得他好像沒救了 第二場也覺得好像沒救了 結果都 都救回來了 都逆轉了 現在這場比賽的最大問題 還是在於說 HKE這邊沒有這麼好的坦克 你已經可以看到 丁特是被迫在眼神後面 直接硬上平心來探 我們來看看這個PLAY 我覺得丁特這邊處理的相當好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你看 這個時候他交出了驚人 丁特走到了他的背後 往回頂 有沒有 讓他完全沒有辦法接近這個燈籠 但最後還是摸到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 這個 Toyce的普攻已經出去了 而且他那個出去還是 有配合變身的傷害 還有一條閃電劈下來 對 有配合充能障礙的額外傷害 這個傷害 這邊已經過熱了 而且過熱 還好 還好這邊LIF的閃線沒有 如果這邊LIF有閃線的話 就是一個閃線狂敲猛 直接被刷毀這個小葉的面前 對 因為HKE現在只要藍寶倒下的話 其實他們的傷害是 完全完全不夠 完全不夠 真的是不夠 因為GaJJ現在身上 對方的小安是已經 三劍半的大裝 他身上只有一個 三箱之力 加上一個比爾吉沃特萬島 他這個裝備在沒有 誤穿的情況下 其實他打在這個納爾身上 應該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不要說納爾 靠哥 他就直接直直走上去 小安就為了多�瘫了一隻兵 就交了一個閃線 對 就安了一下 還行還行 對 這大概只有N還沒寫出來 N還沒寫出來 A了一下 那這邊西門夜說在上路 哦 他剛剛回到了西門偉草 在短待妹 他知道這時候殺掉妹 是他的責任 被他的月牙衝擊 是MISS掉了 但妹這邊過了 西門夜說直接利用納斯之牙 又音樂之刃 直接砍出了妹的驚人 他有要再往前進攻嗎 我看起來是應該知道HKE的大軍正在趕來 所以先選擇了拉隊 HKE這時候就反壓中路 四個人剛剛是已經開啟了榮耀頭盔 但沒有抓到HKE回首的人員 非常可惜 不過這一波至少他們有一個嘗試性的進攻 其實也是做得相當的不錯 不過剛才真的好可惜 如果剛才那個月牙衝擊有衝到的話 對 可是他是一個剛好在圓形 對 那那個湖裡面 對 那湖裡面沒有辦法順利的拿到這個人頭 小安在右側後面是小夜夜 已經在recall了 小安趕緊拉走 要不然他知道 如果再上去再A一下他就要 再A一下他這次沒閃現 他剛才還有閃現可以救他 對 丁特就一個閃度炸回來 而且小夜剛好recall回家 然後賽偶反問我們又可以問這一題 又可以問這一題了 我就已經說我在recall了 讀秒都已經讀完 他忽然說要歸雲燈籠的救援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走路這邊HKE還是要想辦法發揮一點poke的能力 我覺得這邊ZIV的成長還是有點好 變成說他連小狀態的娜兒都有辦法 都有這樣的雙方彈住 都有辦法坦住這個poke 對 而且就是說藍寶在1點的時候 其實他身上的物防裝就可以坦住 HKE兩個人的carry位的傷害 哇 又有幾個後面的技術 直接硬吹LIV的妹從後面 直接硬碰小安 妹可以收掉小安嗎 小安的閃劫剛剛已經用掉了 妹已經暴走 拿下了小安的東西 妹都被套了虛弱 雖然他的月娃衝擊衝到了兩個人 這時候GADJ也還沒有倒下 LIV的時候被吹走了 OLED在後面有處理Mountain 前方的戰場是怎麼樣的局勢 Toyz吹血吹血在一個風池接著配上 他的QG能順利的拿下的行門夜鎖 但人頭也是被LIV給擊散 LIV變小了 今天走不掉 聽著再拿一顆人頭 大樹力的DoubleQ HKE全面反打 是靠著妹的一個大傳送貨票的大絕 直接把拿到12000以上的經濟的小安秒掉 你知道為什麼剛剛會殺到小安嗎 因為他前面貪人那是冰 然後 對 就是剛剛寫了一個A 那現在妹把N給寫上去了 對 他幫他把N給寫完了 我覺得這一波 真的是因為前面那一波交閃的關係 如果那一波他還有閃現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閃到這個死鬼裡面 對 就有辦法閃掉這一次的最急 對 因為妹是已經繳了閃現貼臉喔 Mountain這邊感覺也要死了 嗚 沒有小夜夜有一個歸雲燈籠 好險這邊Mountain沒有再送一個人頭 因為再過20秒這條巴龍就要重生了 沒錯 如果這邊再死一個的話呢 就是沒得打啦 守護家園 安保的這個大絕下得極好 他同時到了小安跟小夜夜 哇 直接火烤小安 即使小夜夜這邊是順利的把妹給擊飛 但已經救不回小安了 我們看看這一個丁特爾大絕 他在西門瞬間進場的那一瞬間把他推開了 哇 而且推開以後再配合一個肉彈充擊撞到了兩個人 但Leave的控制也不妨多讓 讓Toyce的進場時間是稍微慢了一秒 然後才讓這個西門最後技能轉考之後 有辦法回身收掉他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 Zip這邊是全坦裝 他並沒有任何的傷害能力 沒能夠造成足夠的傷害讓籃寶後退 不過但HU這邊已經利用小安的克里斯達的性質 來Rush第二條的巴龍了 Toyce這邊是吹吹球在直接硬打小夜夜 但是小夜夜又是被寶貝球給收了回去 被著籃寶大絕躺下來 但是小安血量還很多 妹這邊連技能都來不及看 他就被擊殺了 AHQ這邊全面反擊 Ole中攻了 Leave往前爬以後順利的控制 是有Leave拿到了一個Double kill Mountain這邊蓋好了捷運系統要來抓GaJJ GaJJ趕緊利用女武神特攻 後拉這邊應該可以順利的撤隊 但這一波至少掉一路的軍營 哇這波我覺得有點太慘了 這一波 HU這個call真的call的非常的好 他們利用的克里斯塔 這個搶巴龍的這個特性 是完完全全毫無畏懼 直接開了這波巴龍 而且沒想到 Toyce在上面 中了這一勾 對我覺得 非常關鍵 這個問題點在於說 小夜夜這邊雖然血量是戒底 但有命運復環就是殺不掉 哇這一個命運復環直接把他收了回來之後 再接上了後續的 而且這完全是血人眼才看得到 他在中到命運復環 他命運復環之前他留了一個死亡宣告 讓Toyce並不能拉開 沒錯 因為其實Toyce拉開的話 他可以把戰場的輸出位置 再轉回到巴龍池裡面 連續兩個死亡宣告 都勾到了非常關鍵的目標 對這也是為什麼 色雷辛這隻角色會是連續拿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條小龍的爭奪 這邊藍寶的大絕傷害在這個窄口 發揮了非常好的效果 已經有 金妹豬已經陷進倒下了 盲者的翻散以後 血量劍底 尬雖雖又是一個女神 直接騎上來 插一下普攻 他的大招發 最後是歐雷把這個普攻 而且Liv的納爾跳跳被吹掉了 承受的東西還沒有滿 最後被Toyce 一個超頻導體的超級大砲 直接給秒掉了 而且剛才Ole真的這個大局 也是吹得非常的好 在Ziv跳到他頭上 他同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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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再跟你玩超級馬力人 不能再跳出去了 拜託你到底知道 誰才是這個 最會開冷氣的玩家 好好好 他跳上去的同時 直接在半空中 被吹了下來 變成說 他沒有辦法觸發 納爾跳的這個第六段 哇而且這樣 一波倒的機會會存在嗎 這邊剩下小安帶著水衣是在衝出來 但是只有小爺爺回應坤榮 拉著小安過來 在藍寶的大決心轉好了 小爺爺直接被秒掉了 出跑中倒掉了一座 還有最後一座 這邊還要四秒鐘 Mountain才會重生 小安利用他的四個劍 直接上來想要疊出痛苦死者 新媒體說的進場被套了虛弱 金人也是被拔開了 妹往前想要硬殺小安 但小安是利用了跨半線跳開以後 反而是妹的金人結束 直接被Mountain給轉爆 這一波沒有辦法灌倒A HQ A HQ還要反擊 Mountain是一個超遠的虛空劇情 要走後面 順便來頂人了 HK這邊要怎麼撤退 後有西門前有Mountain 選擇往左側拉 這邊能順利的撤退嗎 回身Toyce的電池脈衝也沒有命中 嘎姐姐這邊是前面是利用順風而行 但是Mountain繞了一個非常遠 已經可以順利的頂到嘎姐姐 嘎姐姐被頂到了 是Toyce這邊選擇環門 直接硬殺西門夜鎖 一個浩漫無疑順利的帶走 西門夜鎖後續這邊 Toyce要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回家 Mountain還在追擊 但歐雷已經回到了自家的高地了 嘎姐姐這邊Toyce的選擇我覺得非常的好 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所以他 嘎 好妖力 好妖力 有 劇本輩的很熟 對 劇本輩的很好 嘎姐姐 這場一台風魂霧轉 他知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 所以他選擇回頭直接跟他拚這一波 而且他也拚贏了這一波 對 而且我覺得Mountain這邊是有一點點 稍微那麼急了一點 因為 如果他等西門道 兩個人夾一隻 一起夾的話其實是 但他覺得自己的傷害 可以直接把尬JJ給轉掉 但沒想到歐雷這個回頭一個套盾 就直接是讓JJ直接逃走了 對 所以他沒有發揮到夾級該有的功能 反倒是Toyce找到了一個機會 跟西門夜鎖戰打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關鍵的主堡 攻防戰 小夜夜被大絕燙到以後是直接被秒 但小安這邊的閃線轉好 順利的拉開了等力直火箭的區域以後 往前他身上是有瑞蘭御弓 先聽著這邊血量很低 西門夜鎖直接往前 聽著是直接坦的雷射塔被秒掉以後 Toyce被吸到了塔下 虛弱雖然套下去 但西門的精神吸收掉了很多的傷害時間 以後魅在右邊直接被小安單打掉了 沒錯 這一波他們在破第一個塔的時候 我就有講的就是不可能啊 這怎麼可能打得掉啊 這個要打掉我覺得這風險實在太大 除非當時小安跟著小夜夜一起 被這個藍寶燙死 對 除非小安剛剛的閃線沒有轉好 這才有機會喔 但這就是平均性的玩家 上一波魅單殺掉了小安 但這一波就是小安秀了魅一波 好 沒有問題 但是你知道如果沒有上一波的話 可能也沒有這一波 沒有上一波的話 HKE是沒有任何逆轉的機會的 對 對 所以如果這場比賽 HKE順利的反打的話 小安現在跟尬這些就是一人得一點 一人一分嗎 對 這邊反打 但是有 女妖面殺是擋掉了丁特這個程度 擋了這個肉彈衝擊 肉彈衝擊並沒有造成英雄 而且Mountain應該是要來反打 Mountain這邊的位置相當的好 西門葉索在下路已經BD掉了軍營塔了 HKE這邊要怎麼抉擇 中路的軍營已經重生 西門葉索現在已經是在BD對方的軍營 納斯之牙的加成是直接砍掉了 沒有想到AHQ這邊是要直接BD贏了嗎 西門葉索這邊其實有TP AHQ想要開戰都一直被頂到了 大人拼到了兩個人 特一直直接被小艾給扯爆 Made進場大絕傷害量全部被AHQ給拉開 情人結束也要反方向逃脫 但是小艾也是直接一個閃線的折衡 少戰被有LEVE的原始動量給撞死 西門葉索剛剛想說我也要不要回去打 但看到了尬 JJ以後 他決定要直接正面的突破 HKE的主堡雙塔嗎 沒有這邊丁特趕緊回來配合尬 JJ 把這個高地內的刺客給擊退出去 而且我覺得這邊不只是掉下路的兵營 這邊連中路都要跟著掉 因為畢竟在剛才那一波的撤退 其實AHQ撤退的沒有很漂亮 被ZIP直接推到了兩個人 帶走這兩個人之後 他們連中路我覺得都守不住 哇 這一波如果均勵再掉的話 以整個LMS目前所有的比賽裡面 沒有任何一支隊伍可以再掉兩路的均勵以後 力轉任何一場比賽 他怎麼樣這樣的話 AHQ應該這一場就是 已經是一萬塊的差距 其實我覺得總體講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出來AHQ這支隊伍的進步 他們還是在走以前的老套路 雖然這也是很多 但他們又加了更細密的一些要素進去 就是你打一個套路 但如果你把這個套路達到100分 甚至200分的時候 或許可以把這個套路成為你唯一的一個功能 這就是在一個很著名的漫畫裡面 有一個只練體術的玩家 他就是體術超猛 然後我就是一個4E分推 然後這個處理就非常的細膩 西門先拉 然後Unton等了很久 我們看到Ziv的這個進場 哇 直接一個閃現翻到這兩個人 哇 還好當時JJ飛走了 如果JJ沒飛走 這主跑就直接掉了 對 這個飛機也會飛走 飛機也會飛走 對 而且剛剛其實前幾波 MAY的大絕的效果 讓HKE其實有很多反打的通編 但這一波看起來HQ 就知道要留意自己的走位 來處理藍寶的大絕 LIF是直接TP後面逼出了MAY的驚人 雖然擋掉了死亡宣告 但是又是這個窄口 MAY直接被狂笑謀擊 推到牆上一個壁咚 韓國人受到了台灣的熱情 你不覺得這個畫面很像是嗎 哇 西門這邊又要來單殺咬JJ LMT跟上以後 被颶風呼嘯給吹飛 但是丁特只能反方向的逃走 中到了死亡宣告 丁特這邊雖然很坦 但是五個人的夾殺 西門也說手刃掉了丁特 應該要粉碎丁特 在夏季聯賽 直接來到世界賽的夢想囉 我發現他們特別喜歡 交TP殺妹 剛才你還記得我跟你播 他們兩個人直接飛到上路 直接一個後門突入 沒人直接跑都沒得跑 其實我覺得主要原因當然 哇 主堡雙拿已經爆了一座透衣石 這時候沒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拯救自己的主堡了嗎 歐雷推卻了複突激風 這個風沒有辦法阻擋 HQ的夏季冠軍之路 我們恭喜AHQEastbook 拿下了LMS夏季冠軍 夏季冠軍 謝謝大家